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这段影片,我们要来认识Android Engine的关卡编辑器 称作Android Editor 画面上是以第三人称游戏范本建立的一个新专案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3D游戏是怎么做出来的 一个3D游戏基本上是由许多关卡串联起来 从故事逻辑上来说 一个关卡是一小段剧情或是一个任务 例如像现在画面上的影片 就是我在去年课程的启动关卡作业 进到一个关卡时,玩家必须达成某种成就 像是找到通关宝物、解开谜题或是击败关卡boss才能通关 而从游戏开发的角度来看 一个关卡执行起来要很顺畅 不能有画面卡顿、影音不同步之类的问题 因此游戏引擎通常会把一个关卡的所有内容 全部读入电脑主机一体 以及显卡的VRAM 而换到下一个关卡时 原来的内容会全部被清除掉 换成是新关卡的内容 所以不同的关卡几乎可以看成是不同的程式 所以关卡编辑器就成了引擎跟开发人员之间最重要的工具 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 一个关卡就是一件创作 但创作这样的作品 远比用Word创作一篇文章 或是用Photoshop创作一张影像 要来的复杂的多 因为一个关卡是由许多的零件所组成 像是在这个关卡里面的墙壁、地面、阶梯 各种形状的物件 以及玩家角色等等 这些都是在其他软体里面先做好 再拿到关卡编辑器来组装 所以首先 我们就不能像是在Word里面 直接在选单选择 建立新档案 就可以创建一个关卡 而是要先建立一个专案 那这个步骤我们在上一段影片 已经先提到过了 而在创建新档案之后 表面上好像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创建关卡了 但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专案里面 并没有任何我们真正要放进游戏里面的内容 只有画面上这些物件 和一个称作Starter Content的范例资源包而已 我们要先在其他软体里面 把游戏里面会用到的3D物件 角色、贴图、音效等等档案 都先制作好 然后放入到这个新专案的指定资料夹 才能够真正使用关卡编辑器来创建关卡 而刚才说的那些3D物件 等等的档案 我们把它称作是Asset资产 在下一段影片 我会对专案和资产 做更详细的介绍 那在这里 我们只是先来认识一下 关卡编辑器 专案里的所有资产 被称作是Content内容 它们全部都被放在专案里面的 Content资料夹 例如我们现在的这个MyProjectOne 我们打开它之后 会看到这边有一个Content资料夹 那所有的这些资产就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可以透过ContentBrowser内容浏览器 或者是左下角的ContentDrawer内容抽屉 来存取它们 ContentDrawer是Unreal Engine 5 新增的功能 按下ContentDrawer的字样 就会打开抽屉 再按一下 就会关上它 或者直接按下Control 风格键 也可以拉开抽屉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再按一次来关上它 因为拉开抽屉后 文字游标会停留在搜寻列 使得按键的这个Hotkey热键功能 失去作用 我们可以透过左边的这个阶层结构 或者是直接在右手边 按Double Click这些资料夹 来找到适当的资产 举例来说 在Starter Content里面 Proft这个资料夹 它就是道具的意思 那打开它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3D物件 那比如说 我们在Double Click 这个椅子 那就会打开资产编辑器的视窗 在这边我们可以检视这个资产 或者修改它的一些参数 那这里我们直接先关掉它 然后我们同样的再打开 Content Draw 然后按下这张椅子 直接把它拉到场景里面 我们就可以在场景里面增加一张椅子 再重复同样的步骤 按下这张椅子 拉到不同的角落 我们就可以在场景里面 增加很多张椅子 你可以试着再把其他不同的物件 拉到场景里面 那我们在之后的影片里 会在更详细的介绍 Content Draw它的操作 我们现在看到场景里面 有三张椅子 它们都是Starter Contents里面 同一张椅子的复制品 但是这三张椅子 可以有各自的位置 甚至我们也可以 任意地改变它们的大小 或者是方向 我们看到每一张椅子 在右手边这个面板 会对应到一个不同的名称 那这个面板 我们把它称作是 World Outliner 是世界盖观面板 那简单来讲 它就是把这个场景里面的 所有的物件 做一个表列 那这每一个物件 在Unreal Engine里面 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Actor 在关卡里面的这些物件 称作是Actor 而在Content资料夹里面的 就称作是Asset 资产 那每一个Actor 选到它的时候 在右下角的面板这边 会呈现这一个Actor的 属性的细节 比如说 我们现在选到的这张椅子 那Location就代表 它在这个场景里面的 坐标位置 Rotation代表它 面对的方向等等的 所以这个面板 就被称作是Details 细节面板 画面正中央 这个占据最大空间的 这个部分 就是Viewport 那中文的话 大陆可能习惯 把它翻译成叫做视部 那我个人比较习惯 把它称作是观景窗 那如果学过 其他3D软体的同学 大概就知道 Viewport是一个 什么样的操作 那不管是Content Drawer 还是World Outliner 还是Details 还是Viewport 我们之后都会再 更进一步的 来介绍它们 另外我们看到 场景里面像这个 这是代表 一个太阳光 那这样子的东西 它并不是来自 其他的这些 Maya等等的 这种软体 它并不需要去建模 等等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直接 在关卡编辑器 里面去加入它 那要加入 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透过 上面这一排 我们称作是工具列 那工具列的 第二个按钮 Create 这边 按下去之后 就有分门别类 很多不同类别 这些东西 那像是在Light 这边 这边我们就可以 加入一些 不同的灯光 所以比如说如果 我想要再额外 再增加一个灯光 那我就选择这一项 然后把它 拉进到场景里面来 那在这个地方 我就又多增加了 一盏灯光 Create 选单这边 还有很多其他 不同类别的物件 那我们等之后 有机会用到的时候 再跟大家介绍 那接下来 我很快地把工具列 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第一个按钮 当然很明显的 就是储存目前关卡 那Content 这边可以开启 至多四个 Content Browser的视窗 这个主要是配合 其他的编辑器 比如说我们在 编辑 Bluetprint程式的时候 同时也可以打开 Content Browser 但是在 关卡编辑器里面 用到的机会倒是很小 那底下这边 是可以直接开启 虚幻商城 跟这个Quixel Bridge 那这个我们等之后 有机会 再跟大家做介绍 那这边 Bluetprint 是一些跟之后 程式设计 有关的一些 呼叫功能 Cinematics 主要是 影片剪辑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要到互动 媒体设计的课程 才会提到它 接下来的这六个按钮 是代表六种不同的 编辑模式 那对于初学者而言 我们只会用到第一个 这个基础编辑的模式 就是一般的编辑状态 第二个是地形编辑模式 第三个是植被模式 就是在这边种树种草 那接下来是所谓的 Mesh Painting 然后是Fracture Fracture主要是 用在物理模拟 破碎效果的时候 用到的 那再来是Brush Editing Brush Editing 现在用到的机会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通常来讲 初学者只要确定 你是选在第一个 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因为选在其他按钮的时候 你可能会丧失一些 编辑的功能 再来就是Play按钮 那这边我们按下Play之后 就会进到游戏 试玩的模式 大家可以稍微的试一下 那在试玩模式 要结束的时候 按下Escape ESC 这个按键 就可以离开试玩的模式 好那除此之外 其实包括像是选单 等等的很多功能 我们平常用到的机会 并不是很多 那另外 这个这些面板 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拉开来 所以像刚刚我按住 Outliner面板之后 就可以把它抽离开来 那抽离开来之后 可以把它堆叠到不同的位置去 那有时候这样子 反反复复操作之后 可能会使得你的画面变得混乱 特别是对初学者 可能会觉得很不方便 这个时候 就可以到Windows这个选单 然后在Log Layout这边 回到Default Editor Layout 那就可以让它 回复到初始的状态 那另外像这边 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就是Word Outliner 跟Detail之间 按住这个界线 就可以调整它们的大效 好那以上这些 大概就是有关 整个Unreal Editor 最基本的 这些功能面板的认识 那各部分细节的 这些功能介绍 我们在之后的影片 再来更详细的 跟大家做说明 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